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来, 今天7月14日, 星期四, 国际大棋局的第一节 进入节目之前, 恳请大家按赞订阅, 给点赞, 节目播出时可以打伤一下我们, 以及成为我们的付费会员 同时, 恳请大家订阅梁感祥工作室的Patreon, 有很多youtube上不到的节目都会在梁感祥工作室Patreon上上的 例如, 研究日本AV文化, 以及王牌节目神秘之夜, 最近大受欢迎的日本一周时事都会准时上架 大家多多支持, 最近打压越来越严重, 包括科学新枝, 第一次遭受黄标 这个可能是天文学, 都是有政治的味道在里面 因为这次科学新枝有一节, 会讲到这个男女, 所谓的性高潮, 身体结构的事 可能他觉得中间, 看这些标题, 似有色情的问题, 所以他就黄标了 但我想说, 绝对那件事就不是大家想这样的 那里面都是一些技术探究, 因为你不同 但是, 你说, 你说我身知是正愧节目, 你不同的 你不同的, 施头勾吹, 讲那些长腿私密, 不同的 但是, 你证明现在的审查就是很严格 另外, 也都不知不觉, 他都写到明了 对我们那些节目的合格程度, 评分是调低了, 证明我们做时事都会面对这个问题 那没办法的, 大家一定要多些支持, 直接订阅我们 另外, 夜晚我们的直播节目, 司徒廣场, 就会有些调教的 那未来的节目方面, 可能更加像那些电台节目 节目主持, 首先可能会每晚订一些观点和主题出来 那接着, 大家就那些方向来讨论, 就不会像现在那样松散 昨天也是很踴躍听众, 有些不同的工程界, 甚至乎纪律部队打上来 那大家就持续发声, 也都是香港的听众打过来 发表意见, 因为昨天澳门最搞笑的, 今天澳门报纸头条 有关, 食指烟, 吐一鸣鸣 是呀, 交钱就可以缓刑, 不用坐牢 但是也要留案底, 很简单, 你不能移民 别人看到, 例如你移民去澳洲, 留了案底 我说, 坏什么呢, 坏食煙, 我觉得 成为国际大笑话, 一定会被人笑 另外, 第二, 澳门现在, 很多那些叫防疫症 那些防疫症是怎样呢, 他很喜欢 周围拍摄那些坐在那里, 那些人 然后又说, 有人坐在那里, 然后又放上网, 要不就报警 现在澳门是变成一个, 人民斗人民, 内斗城市 我想说, 很可悲 另外也是, 一大堆皇马的, 进不去 昨天有些人在超市外面, 求这些人帮忙去买东西 其实是很凄凄的, 但是呢 在国际大棋局呢, 别说这些字了 大家如果想听的话, 就去直播节目听吧 因为真是做到人都很吻的, 你老母 所以, 国际大棋局, 今天说什么香港人呢, 台长 第一件事, 我们真是要放松一下心情 我们第一件事, 讲天气一架, 真是热到 热到妈妈都不记得了, 现在才是7月中 啊, 什么时候能熬到9月呢, 真是 澳门人很幸福的, 个个都在家里哭哭气的 是啊, 真的羡慕你们了 不用出街 是啊, 每天最需要出街的, 就不是吃东西 最需要出街的, 就不是吃东西 最需要出街的, 就验核酸 所以现在基本上每天你都问一下, 你验了什么 是啊, 我们就什么 我刚才说到12点凌, 一点就出街, 哇, 浪到头都暈了 另外就是的士加价, 但是加价都没得欲飞的 近期好像就好一点的市道 摘的士困, 是吧 如果贵, 嫌贵就乘搭Uber 那说了这个Uber, 其实有一宗新闻 爆了这些坏东西出来的, 在英国围报 但是奈何呢, 没什么反应的 他做了头, 就是他觉得有独家头调 就是这个法国的总统 麦克朗收了他们这些 的献金之类, 贪污之类 但是现在全球呢, 全世界对这些东西 真是无动于衷的 因为我们那个感觉是很麻木的 没办法的了 所以呢, 我就国际新闻那里呢 我连这件事我都不说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天理的情况 但是如果昨晚我出街, 哇, 前面出街呢 你看到月亮就吓死你了 那叫超级月亮 真是很近的客, 哇, 我一看出街 看得到真是举头望明月 哇, 这个月亮真的 好像快接近我们这样 所以呢, 大家不妨呢 晚上看一下星星啦, 看一下月亮啦 看不见到那只拍了那只雪街形那只UFO啊 看得到啊, 看得到的 你留心点看得到的, 你看得到的 因为这个我们都没说的 就有个UFO的专家说呢 其实在月亮背面呢 就有很多基地在那里的 那你们如果走过去的话呢 其实那些外星人会给你打招呼的 那这本书大家不需要觉得很难找的 因为沙田大会堂的图书馆里面有的 我借过来看的 那这些我留在神秘之内才讲的 那讲今天那个题目 那事实上都很多的新闻的 那有些人会觉得 譬如美国现在的通胀率呢 就是高到9 刚刚公布了就是9.1 但是有些人就说呢 其实这个数据已经是滞后的 现在美国的通胀率呢 是应该超过了这个数目的 那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就没什么感觉了 但是大家有记彰的 美国加息事在必行的 那任志光的尖牌都讲过了 就是香港可能加日过农的 那就是这些人的讲话呢 其实就很飘忽的 就是今天可以江东 明天可以港西 尤其是近年 那之前就有人 我不是讲他 我讲另外一些人就说 哎 美国加息 不香港不是一定要加息的 那你就试一下咯 你好像现在这样 但是我也讲他 那你很试一下 那也是搞什么 那我们加息 那你能够得多久了 那当然了 我讲了很多次了 就是你一加息的时候呢 原本那些慢慢緊的那些就已經頂不住了 可能加幾千塊或者甚至有些什麼都很重非的 加多一萬多兩萬塊 就開始要斷供了 形成就開始有銀豬盤 但是銀豬盤這個問題在這方面報紙就不是認真報的 尤其是你看一下比如說那些地產版 不斷在那裡唱好的 我覺得這個很不道德 不道德在於什麼 就算你是地產經紀 你真是根據現在的市道去嘛 舉個例子比如說 新盤好像很賣的新盤 但是我就懷疑了 這些人是不是真的這麼有錢可以買新盤呢 因為你看到舊的那些二手樓 那些很多時候都現在要折讓的 要減價 因為有些就要套現 有些就趕著移民 是不是 那為什麼跟那個新樓的情況號稱那個 那個那麼搶手的 相差那麼遠呢 我不是專家啦 但是我覺得這些從業者 從業者要誠實一點去講啦 但是現在那個問題就是加息那個幅度呢 如果去到年尾應該很厲害的 說可能一次過加四分三厘或者甚至一厘 加到什麼時候停呢 其實要看這個武衛戰爭什麼時候搞定 那這裡也都跳了一點點 因為我最近這兩天我們都 就是我貼了很多關於那個 那個Hilmars 那個火箭炮 那我講錯一點點 那個不是飛彈 那當然是火箭炮 那個是很詳情的火箭炮 現在烏克蘭那邊的聲稱就是這個武器 是扭轉到那個戰局啦 那我一直有一個觀點就是呢 其實這場仗呢 烏克蘭就一定跟你打硬的 那俄羅斯優勝的地方就是如果它那個戰術 是比較理性一點點 它不伸長那個補給線那麼長的話呢 事實上它是不會那麼容易輸的 但是問題就是在美國和歐洲 如果它供應一些真真正正的最先 比較先進的武器呢 是絕對可以扭轉現在這個戰局的 所以看到了 它給一給這個詳情的火箭炮立刻 現在俄羅斯立刻借了 是不是 就是後面那個呼吸線被烏克蘭打到七彩 那問題就是美國它的取態是怎麼樣呢 它是繼續要磨 就是令到這個俄羅斯消磨它的戰鬥力 還是它覺得要速戰速決呢 我覺得去到秋天之前呢 其實美國要做這個部署 那這個跟香港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 你俄羅斯那個問題 就是侵略烏克蘭的問題如果能夠解決的話呢 這個加息的幅度可以慢慢搞滿的 因為它的通脹會不會那麼升那麼危險 但是如果再持續下去呢 就全世界攬炒了 那我講了很多次了 但是對於香港人來說 就是要認真去想一想 就是去留意一下就是 那個加息對香港的經濟的影響在哪裡 對香港的資訊 其實這一樣的 recht上人和經濟的問題 之前在香港領域可能是有從事消費來說 只要代表樓價會跌 因為很多人會走 很多人會套現 很多人會移民 特別如果你拿來炒的話 基本上現在都沒有一個大幅上升的空間 如果是跌的話 只不過就不是急跌 反而急跌會好 急跌之後如果到了底 然後你會慢慢的扣慢力會封鎖上來 如果你是長期跌的話 那就比較大件事 所以大家要看這個問題 比較清楚一點 就不要純粹去看一些財經演員 或者這些地產經紀商 就會誤導你了 不過我想現在香港人本身 無論在股市方面 或者在樓市方面 其實都比以前清醒很多的 唯一不清醒的就是大陸的買家 這個我們留在第二次再說 好了 另外一則新聞 都是昨天我們講過 但是這個後遺症我看過似乎挺大 這個涉及在美國一個國會的委員會裡面 他們就建議去制裁香港的十幾位檢控官 刑事檢控官 我看一看那個聽證會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幾個人都會認識的 那這個是什麼會呢 這個是一個新開的叫做CECC 就是一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其實這個國會裡面一個委員會裡面 這個是新開的 在近年才開的 就專注中國 那其實香港的問題當然都關注過了 那裡面有什麼人作證呢 那我昨天已經提了其中一個美籍的律師 就是Samuel Pickett 那他在香港因為這個襲警罪入獄的 那襲警罪 那究竟可能是他襲警 還是還是他都被人打了一鍋呢 那不得而知 但是anyway他起碼是坐的 那另外就是社工王衛生 那這個以前我們去做那個 我們在網台做的時候都有訪問過他 那麽就是融洛會 就是一個專門負責這些小數族裔 例如那些南亞裔那些 就是怎樣在香港生活那些 就不是說移民的 是那些已經是香港的居民來的 但是由於這個小數族裔 就是長期都受到可能是歧視 或者是不能夠融入主流社會裡 這個會當時叫做融洛會 那個社工王衛生 那很多年前我就訪問過他 那原來他都在這個聽證會裡面坐的 因為後來他都走了 那他就說他應該制裁一把手的 或者是高級官員 那另外就有位記者 就是資深傳媒人呈祥 在會上建議廢除1992年生效的 美國香港政策法 那麽我相信在這個情況下 都是一些的 在香港曾經是 就是他們在那個19年之後 受到可能是檢控啊 或者是 甚至是在城牆那裡 都是在中國大陸裡面 要坐牢的 他們都在美國那裡作證 那這個就驗了我昨天的說法 譬如說 有些的人 初來覺得他沒有什麼影響力的 但是呢 後來他可以在這些美國的國會裡面 去聽證 那樣去作證 那導致到呢 有15個檢控官呢 就被制裁 可能被制裁 沒有制裁 可以被制裁 這個是建議的 但是我相信呢 遲些的時候呢 這個制裁的行動都可能會成事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就是因為呢 美國方面呢 其實他國內那個壓力 政治上的壓力 那現在我們要分開的 譬如普通的美國國民 其實對香港的 或者中國的問題 並不太有關注的 但是呢 在政治那個鬥爭裡面 譬如說的 民主黨 美國的民主黨 他如果鬆手一點點 他一定是被共和黨 作為一個追擊的對象 那譬如現在 就是昨天我們引述過 譬如這個Mike Pence 前美國副總統 進攻他現在跟這個 特朗普並不咬嚴 但是他在這個問題上面 他都會繼續追擊拜登 尤其是最近呢 美國主流傳媒 是絕對不會報導的 但是呢 譬如你看Fox 或者其他 你都看到 拜登的兒子呢 他那個 應該是那個 放上在這個雲端的那些檔案 那些檔案呢 是被人全部被撤下來的 就是裡面呢 其實已經有相當之多的 我覺得是罪證 就是那些檔案 他和他們的 那些檔案 在他是個手第 他這個人 那些檔案 那他在那裡 他其實是那個 他用的 是一個人 還有這些人 然後呢 但是基於現在美國的主流傳媒全封鎖這些東西的話 到了一旦特朗普可以反擊的時候 這些一定是變成一個罪證的 所以我覺得 儘管這些是一些我們現在都不關心的 但是其實是間接影響到美國的對華政策的 他們現在不能做得那麼鬆手 因為一鬆手的話 就會成為美國國中期選舉的一個把柄 他們不知道那個效果很大 但是現在要少許 尤其是拜登的管治能力並不理想 這是一個很中性的說法 就不是因為我們支持特朗普或者反對民主黨 實際上你看到他處理很多問題都是失手的 也看不到他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例如美國通脹的問題 所以其他的問題 比如對中國那裡 理論上關稅的問題應該釐清的 大致上我們都猜應該不會再好像徵收特朗普的情況性關稅 但是現在都在猶疑 猶疑我相信是一個政治的決定 多過一個經濟的決定 現在說這個點了15個檢察檢控官 當然有些 其實如果我們做得 就應該知道是有這個風險 就例如譬如說楊美琦刑事檢控專員 這些是背正的了 這些是一些重心的位置 另外譬如說周天幸處理的刑事檢控專員 這些又是特別職務 呼呼特別職務 但是問題就有些 其實基本上都剛剛升上去的 那文說有些就剛剛是 剛剛結了分的 如果這個制裁本身是好像遲一班那班高官 例如這個落臺的特首 可能你是一輩子的 那如果這班是剛剛上位的人 日後說十幾二十年都是敢被制裁法呢 那他們真的想 他們真的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壓力來的嘛 當然我很難去跟他們想到的心底說話 但是現在林定國這位新上任的律政司司長 無所畏懼 但是是不是真的呢 因為你不知道現在美國玩下去會玩些什麼出來的嘛 是吧 舉個例子 鄭月娥去英國參加會議 那接著就破壞了 那如果你看到這個情況 你會不會去外國參加這些會議呢 在中途的中轉站會怎麼樣呢 這些都是一個限制的 當然 就是剛才我說的那些機會很小的 很小的 那你林定國就算去英國開個會 理論上都不會好像鄭月娥那樣 就是會撲街嘛 但是你不多不少 你以前你做的那些位置很穩定的 喂 那些全部是精英的位置來的嘛 跟美國和外國的關係很好嘛 隨時的旅行都可以 周圍列國的嘛 喂 大家你搞成這樣啊 大哥 那所以我覺得呢 特別有些人就會提到一樣東西啦 可能這班全部都不怕的 這15個都沒事的 就算你再多些我們都不怕的 喂 但是新入行那些呢 比如你是剛剛讀完書出來 你讀得很好的 你要想著做一番事業的 那你會不會想著進去這個政府部門做呢 那我相信有些朋友 有些年青人 他們覺得這個是一個阻力 那個阻力在於什麼呢 就是 因為你始終年青你都想去外國去交流一下嘛 你都特別想去美國或者英國 或者歐洲嘛 如果一旦 嘩 如果將來這些這樣的位置 要搞到我就是 到處都不能去的 只能去這個大安區 那你真的想過一下啊 你真的想過 還有一件事 喂 搞一下 自己不可以搞到YouTube頻道啊 喂 自己不可以 就是銀行可能那裡有很多人的戶口啊 這些真的要想一想的 真的 我再次聲明啊 對於現在這個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就是簡稱CECC這個 這樣的委員會發表的報告呢 我絕對相信那15名的檢控官 他們是不怕的 他們一定不活的 一定不押底的 包括這個林定國 律政司長 一定不押底的 不過 有些剛才出來畢業的朋友呢 他們可能都想一想的 這個就是我補充昨天的那個講法啦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件事真的是相當之重要的 另外一個新聞就是什麼呢 這個很不幸啦 因為現在有書展嘛 書展裡面呢 其實有些的參展商呢 他們就不能夠被貿易國拒絕再參加 例如就是一家叫做山道文化啦 如果沒有記錯 可能這個是那時候 一個李拔帥的那個教師 他的眼部中了槍 那位楊智俊教師 他不做之後呢 好像自己人 因為我有說錯了 大家不要介意啊 可能我扣 美國記憶還沒有這麼清楚 那這家出版社就在 因為被拒絕了之後 就連同其他十幾家的書箱呢 就懸頂了 今天 如果沒有看錯 今天 就在灣仔的一家商場舉辦第一屆香港人書展 應該是昨天 不是今天 是昨天 昨天 原定昨天開始 那個書展的時候 就在Facebook裡面說 就突然收到那個場地的業主的代表 就打電話來 說由於他們違反了部分場地的私用條款 因此就決定了租約 停止了租約 那個書展就因而取消 但是據我所知 應該那個書展在網上都有搞的 當然裡面 大家很多爭論 那個書展商那邊就說呢 其實他們之前已經跟那個業主溝通好了 講清楚 名字都講給他們聽的了 那麼月子肯租 但是到最後呢 又退下了 月子當然有其他的解釋 但是我覺得呢 其實背後的情況 我們都很清楚了 可能那個業主收到電話 哇 你有這個香港人的名字在那裡 那樣的品牌在那裡 你忍住哦 我沒有知任何一方的 可能是一些很無聊的人 他聽見這個名字 他不老禮 就打電話給那個業主 而且他又知道那個業主是誰了 又找到他的電話了 就打了他 那業主就咬了 就是作為商人 你是商場的 你都不想那麼多事了 最初就 第一屆香港人書展 可能看錯了 香港人 就是看了第一屆香港 接著人書展 就以為沒事了 那怎知道人家看了 香港第一屆香港人書展 就是香港人的書展 那現在發展到這個問題就叫風聲學淚 我們就去連結之前 戈神 張學友的情況 就是他在那個 特區成立的25周年 整個一個祝賀 一祝賀的時候 就 講了一個香港人加油 立刻就 那段事情都刪除了 接著被小軍人攻擊 但是看到就是 接著沒有了 管控了 看到一些是 香港人加油 做人的 但是在香港 政府控制定了 其實 就是他的民國 我們有這個事情 都知道 那些人就在香港 他們正在說 那麽樣想把他做的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是否可以講 就是 例如香港人加油 那他真的不可以講嗎 我又吐頭 這句話本身有什麽 晉晉的味道 或者香港加油 這些 因為這個品牌 照計之前呢 都出過一些酒精的產品 但是又是很多人不敢賣 那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這些有問題的話 那你真是立例啦 你不准說 說清楚不准說 說禁歌 這個榮光歸香港這些 你說明是禁歌不唱啊 大佬 知道嘛 你現在很曖昧的 譬如有些學校 那些學生 他有個校內的歌曲的表演 或者競賽 選一些歌 其實又沒有說明說不行的 政府沒有說明犯法的 但是你校方又說這些歌曲敏感 那什麼叫敏感 什麼叫不敏感呢 是不是 剛才文俊說 科學新知說這個 用科學方教研究這個 那個性交體位 怎樣最容易達到那個女性的性高潮 那這是科學研究來的嘛 那為什麼搞這麼風聲學類 這些東西你都要黃標 老實說我覺得現在已經是 進入了一個瘋狂的社會了 是不是 做好大家都不要說話 大家閉嘴 但是你又不行了 是不是 這些是生意來的嘛 你真的如果說 你封了那個YouTube 封了那個Facebook 那大家就不用做生意了 大家坐在那裡了 就是你作為政府 或者甚至剛才我們說這些的律政司 其實你都應該清晰講完那個界線出來嘛 等我們 譬如我們現在這些講話 這些在網上找到這些人 知道自己那個風險在哪裏 我不是講自我審查 自我審查這個對我來說是不意思的 是不是 你說得就基本上有風險 但是問題是 讓我知道是哪些東西會觸犯到那個法律 而我自己衡量那個責任 在那裏 現在你不是 你就是全部東西都很模糊的 全部東西都不清不楚的 是不是 有些就告 有些就不告 是不是 譬如你很簡單 我們一直都在講 用那個 譬如東方做那個《黎智合》 《東方日報》很多事情都批評政府的 是不是 這幾天這些全部都是批評政府的 那你又好像 你又覺得這些是善意的批評 你沒有挑起那些人民對政府的仇恨 其他講的 你講了兩句 你就喵 如臨大敵 變成我們真的無所適從了 我覺得很簡單 這件事 其實第一件事 貿法局拒絕它 給他們參展已經不對了 是不是 你基於什麼理由 是不是 你可以說 譬如有一些書 這些 但是你不可以 整個那個出版商那裡 要搞到它自己去審查 你一定要給一個很明確的指引 哪些可以 哪些不行 人家事先知道 是吧 臨去到才說 我們前兩年都試過的了 前兩年 我們原本都 那時候不會說我們 不應該說我們 那時候這個《Malradio》那邊 都弄了一個不一定的攤位的 但是你去到最後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哪些書是可以放上去 然後你不會 突然間他走過來 說這些書不能放的 結果最後就不去咯 我覺得不去更好的 勉強了這些麻煩 甚至可能當時《Malradio》的支持者 都不會走進去書展裡面的 以那個書展對防疫的措施 所以今年的書展我覺得沒有什麼可觀之處 反正我也不會去 但是他說 如果你不可以搞 就在另外一個地方搞咯 又不用搞到什麼的 那現在不是 可能有一點點風聲的時候 又搞到不敢參戰了 那網上參選那個故事應該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久而久之就會形成一件事 就沒有所謂出版的自由了 就是說你講到現在沒事的 仍然有自由的 不過你要跟那個國家安全做平衡 那很明顯不是啦 不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你講一個香港人加油 或者香港人加油 或者香港人加油 或者香港人書展 會不會造成一個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 當然不會的嘛 你講一個說話怎麼可能這樣呢 如果是的話 每個國家都是指責的咯 不要神經過問啦 這個世界不是每個人都想害你的 不過如果有人想害你 那你也要問一問 為什麼無情情 那些人想害你呢 那你要問這個原因的嘛 你問了之後 就自己安心 那些人前世跟你有仇的 那你就回到前世去解決這件事咯 你今世 那些人得罪過他 那你就從他解決 不是的那些人 他立心要搞你的 那你就罪了他咯 是不是 譬如你現在覺得美國人 是立心一路 就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那你就罪了他咯 那怎麼搞到這樣 就是現在又 就是 就是 樣樣都不是 樣都做一點不做一點 是不是 那這些是勞騷來的 是不說那麼多了 就是廢遲就變了這個放負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也都就是 新受 就是我認識一個朋友 新受其害 那很少錢來的 五千元 有些人這樣說 我覺得五千元都是多的 五千元都是很重要的 那事源是什麼呢 事源就是 就是那個派錢那裡 就是派一萬 那太大派 就派到不丟不丟 但是這個是劏防波 一半的風格來的 以前曾俊華、才爺在那裡 前才爺的時候 就 那時候很疏爽的 一次過派六千元 那就 有銀行戶口就行了 沒有銀行戶口就跟你搞 那有身份情號碼就派到給你了 不管你是李嘉誠或者梁錦祥 都 就是 財富差距這麼大 都是照派的 但是那個背景大家要記得 當時 其實錢才爺 曾俊華都不想派的 但是 因為盈月太大 他說不派的時候 被人罵到 我記得那時候 就 蘋果大大小的標題 就是走去罵他 走完頭條 結果他最後他都屈服 記得是屈服 最初他都不是很喜歡派 但是他派這場戲很疏爽的 就沒有什麼繁文玉節 沒有什麼所謂的 跟官僚的這些程序 就這樣就派了 派得快之餘 又沒有了這些行政費用 那現在不是了 去到劏房坡 又搞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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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整餅 沒有那樣整那樣 整色整碎在那裡 結果那個行政費 就講到天文數字這麼高 就是這些錢用來派給人的 就是大家就加大歡喜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不是說劏房坡本身是賤 劏房坡的人本身就是這樣的了 因為他有名叫做劏房坡 或者就是 你聽他之前他自己講的那些話 但是呢 這個做法本身是要逼這些人 就要去用電子貨幣的 因為他派到電子貨幣 就是消費券所謂 因為他要圍在消費的層面那裡 那當然後面還有其他的因素 但是現在派的就越來越 就是好像這些阿伯阿鳥那樣 就是一路不停滴滴滴滴滴仔 初頭派三千 三千是兩千 跟著或者一千 跟著現在又分段派 下個月就派 就是派了低過五千 那派了五千可能也是四千元 跟著一千元就派了 但是不要管了 現在那些人都習慣了 總之派就算了 那我們再次強調派錢 這個純粹是這個通俗的說法來的 真正的說法應該是回垂 因為那些錢是我們的 OK 那你現在呢就發覺一樣東西了 搞個黑還搞一些這樣的發生出來 就是呢 原來呢 他覺得你永遠離開了香港 他就不派 那對於某些人來說 當然啦 你離開了香港 當然不應該派給你啦 因為你花的錢也不是 但是你花的錢也要回來花的嘛 難道你說你派了一個消費券 你去了英國英國洗什麼 不是的嘛 是不是 那你派了之後 現在突然說 如果你 就是他查到你 你是永久離港的 那就不派 那為什麼查到呢 就是因為你以前在申請屋的NPF的時候 就說啊 因為在大陸那邊請了我 所以我就要離開香港 所以順便拿了NPF 提早拿了NPF 近來就不給 不給提早拿 提早拿要給你油 其實以前是可以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第一件事 就是他們現在覺得這個移民潮 本身呢 就非常的大 是不是 就是開始就要做一些措施 就是 告訴香港人 你走了之後呢 你沒有了這些利益的 那當然啦 對於走的人來說 這些就不是大的影響來的 因為要決心要走 是後面的因素 是為了子女教育的問題 為了政治環境的問題 為了其他事情 所以 但是有些人不是 有些人 就是他提早拿 真的有些原因 譬如有些現在就說 他就說 當時呢 真的那個大陸那邊 就是聘請了他的 但是突然間 他因為事情 他就沒有 就是上到去 他仍然在香港 這樣 那因為你仍然在香港 你才能夠申訴 那於是現在 就要搞一些申訴的程序 就是出了 就是他用了去 那個辦事處那邊 那邊 就是填個表 其實當時 原本我打算走的 我不是說他沒有走到 那麼我覺得呢 真的 你對照當年 曾進華 那個派錢 和現在這個派錢 真的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那但是這個NPF的問題 現在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 很坦白講 如果對於我們自己有供款 之前有供款的人來說 我們覺得NPF真的是一個非常穩定的制度 多年前我服務的通訊公司 就是一間外國的通訊公司 因為資金的問題就結業 那我就被Layoff了 被Layoff之後隔了一段時間 這些遣散費我們給你 那我就很開心了 誰知道原來那個遣散費 原來在你的NPF裡面拿出來而已 給你而已 不是我不知道 但是我用另一個話來講的 就是這個所謂的對沖 現在說我遲些就對沖的做法就會取消了 其實現在你比如看這些僱主 他們供NPF他們都很辛苦的 我都很體諒的 其實他們賺的那些錢就是跌倒過來的 你還要他臨到尾 他要遣散的時候給NPF出來 實際上他們都困難了 所以現在這些僱主就在這裏 這些僱主通常都是中小企 中小企其實經營大家都很困難 因為他賺的其實都是省頭未來的 大僱主 比如你說到那些 就是 黃黃、長實、大地產商 當然他們沒有這些問題 因為他們的profit margin高 但是你想一下整體來說 僱員又辛苦、僱主又辛苦 但是你搞NPF的成績怎麼樣呢 是不是真的你可以養老 就是到最後靠著那筆錢就是養老呢 那又不是喔 你現在說你欠了幾百萬你都要搖底的 是不是 就算你有層樓欠了幾百萬你都要搖底的 那最適當的做法是怎樣呢 在香港賺錢 跟著退休呢 就去泰國 去曼谷都不好了 去清雷、清雷那些 是 幾十萬買一間樓 跟著就在這裏 撕下撕下撕下 不過是好撕的去那些地方 那泰國就賣死一下 是不是 就是 就是生活指數便宜之餘 那個生活的質素又好的 你只能夠這樣 如果你在香港 你講的如果年老的 你只是做一單手術 就是如果你有長期病患 你做一單手術 可能在講的那裏都會這樣決的 如果你不覺得 是 就是身邊的老婆、太太、伴侶 你真的有病的 那你真是徬徨的 尤其是現在是怎樣呢 年輕人那些 很多時候都是 如果就算他有 就是 老爸、老母在那裏 他們都移民的 那他們那個 就是這班的年老的人 他們到了 退休之後 那如果又經歷上有困難 那這個NPF 真的可以搞定呢 又不是 所以我們覺得 現在這個制度 很多人已經覺得 有時候提早拿了算 但是一次提早拿 又搞這樣的事情出來 那大家更加更加沒有人 那另外就是那些NPF 就是這些可以賣為大陸的 就是 債券或者大陸的這些股票 那你現在又問 大陸那邊那些股票是怎樣呢 是不是好像之前增長得那麼高呢 那我們真的不知道 是吧 可能我們等一下 阿文進講講 現在那個 大陸那些股市是怎樣 但是我們也有個懷疑 就是說 你比如NPF那邊 一筆這麼大的數 那他們會不會說 在那個中國那邊 他們現在覺得那個平安會不夠 或者 都在這邊打下主意呢 那如果真的 有這樣的懷疑的時候 香港人就更加想 提早去拿回那個NPF 那所以我覺得 這次呢 儘管說你那 就是 五千塊要搞成這樣 但是我相信呢 就是說 因為移民 或者其他因素 他們要提早那個NPF 拿的人呢 他們都有這樣的意向 要先拿去NPF 因為你看到事實上那個 那個回報事實上並不理想 也都 就是 以中產的那個角度來講 呢 並不足以拿了一筆NPF之後 跟著你呢 就可以養活你 就是支持你退休的生活 就是 大家可能都沒有 沒有一個這樣的 沒有一個這樣的 寄望在那裡了 但是你說買其他東西 股票 等等 但是你看到最近也都很差 所以可能正登下來 都要找一些比較 就是有 長遠 比較安全一點的 投資方法 這個留給市民 自己的決定 就不要由政府 硬性規定 你一定要供NPF 實際上你看到很多僱主 就是對於供NPF 其實都已經是 一個很大的壓力在那裡 那何必不回到以前的那樣做法 就是總之你自己想好它 到最後的時候 如果不行的 就去其他地方 例如去泰國 去馬來西亞 再不是 就才上大灣區 就是有這樣的選擇在那裡 好啊我講到口水乾了 文進接力 這個 上海 特別股市怎麼樣 沒有的了 現在呢 其實你上海也好 澳門的賭股也好 其實現在股市呢 真是奉勸大家 那除非你真的很多空閒錢 如果不是呢 就是盡量不要碰 那或者是很謹慎的去看 因為好像 譬如好像 你說的那些豪賭股 那樣 早前有人說 突然之間低位 撈底 然後高一點 然後 譬如你拿幾十萬本金 今天賺了兩萬 那你覺得下個星期 一定會 再升一點點 那就不放了 結果不放 結果再等兩天 喂 簡直是倒閉到 連你的本金也虧了 是啊連本金也虧了 那正如那些人買樓 變成了負資產 國內呢 國內呢 國內那些股市呢 有一個問題 其實呢 那些公司呢 很多呢 都是呢 它不務正業 就是很多都是本身 它就不是生產不務正業的 那過往呢 可能是憑一些叫希望 或者是拿一些項目出來 但是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而且現在越來越揭露了 那個增長 例如你那些 就是房企股 你現在其實這樣的情況 你揭露了 倒閉到媽媽都不認得 還有內銀股都倒閉了 所以你現在其實你看到呢 其實那個拋售的情況呢 其實明知道有一些的壯家 他明知道現在拋 是士多加班 他都要拋 原因就是他不拋 他怕會直接是 骨都沒有 所以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什麼可能 還說有機會 那個股市 還說怎麼等一段時間 現在難過底 等一段時間 等不好 現在最慘的你發覺的 資訊股 房企 各類型的股票 基本上是沒有一個是好的 那個情況 那個問題就越來越見底 那而呢 你現在你發覺 你去想 其實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一枝獨秀的呢 然後可以很穩陣地 買下去 什麼叫一枝獨秀呢 例如 好像好口可樂 那樣 你這件事 經濟好軟 不好的人都是這樣喝的 但是你發覺 原來沒有的 原來在我們身處的地方 或者最偉大的國家 原來沒有這些東西存在的 它全部都是隨著這個時代 口號式襯托出來的東西 所以它一直以來 包括你在大陸裡面 金價 銀價 都是 其實一直處於一個糖水滾糖魚 那以往呢 你自己炒得興起 然後外面那些人呢 就覺得 喂 市場很有得玩 於是加起來去玩 但是問題是 現在那一幫人的加入 就會造成瘋狂 但是現在那幫人抽身的 變成你抽身之後 是不是到處都可以 像現在香港那樣 慢慢變回內需市場 飲食也好 什麼都好 變回香港人在香港消費了 但是問題是 那些股票那些 不行的嘛 你裡面那幫人 根本襯托不了這個事 炒不起的 正如你澳門 你裡面那個內需都不行的 根本就是 做不到澳門人 去托在整個澳門的經濟 托不了的 如果你在澳門政府 要去抽那些稅來營運 整個政府 你只是靠澳門人消費 是消費不到的 這個情況其實在國內 那些股票是一樣的 所以我相信 那個股票市場呢 有機會是崩潰 就是長期低迷 就不同 我真的說不到 我覺得沒什麼生機 我真的想不到任何可以 生存到的地方 我給你講一講 我看一看 我繼續說 這兩件事是搞笑的 但是也要問一下文俊卿的意見 Now成人台被人投訴 有色情的成分裡面 聽清楚嗎 Now的成人台 被人投訴 有色情的成分裡面 對 對 是啊 我也說了 昨天直播也有說 我小時候 試過在報紙檔賣一本 鹹書28元 裡面 我想最色的畫面 就是那個女的和那個男的 打卡論 然後沒有了 然後衣服沒有脫 什麼都沒有 怎麼沒有路 但是他寫著說 18歲以下不給賣 然後我媽媽發現沒有想打散我的時候 我叫我媽媽 不如你揭開看看 好嗎 然後我媽媽看完 對呀 這件事是真的 發生在很小時候 我為什麼會中伏呢 因為他本書的封面 真的印著 還要當時最熱的 新世紀科目戰士 那你心想 嘩 肯定寧波麗啊 明日香啊 誰都好 肯定 郭成美麗那些女主角 肯定脫衣服 但是不是 就是衰在那個 他有個膠袋套著 沒得揭 再加上 喂 你對年輕人來說 我那個年代 28元是巨資 這是我人生 其中一個最重大的投資損失 對吧 那你騙也是的 沒有人叫你成人台 真是播成人台的東西 你就播 那不然別播 沒有問題 我覺得很正常 至於你說 其他外面那些 有些成人台 真是脫衣服 三仔四仔那些 那是外國的事 你現在所有事情 就是跟政治道德 外國綁架在一起 這些我覺得 社會發展到已經不可理喻 那還有 動蠻絕的依著建議 不露腿 蜜露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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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講的是真人 還是那些文化 真的不知道 應該這樣的 這件事你隱身很久 原來講的 范冰冰 未被人打壓之前 拍那些宮廷戲 你發覺原來出口 去其他國家 他裡面 就扮楊貴妃 但是 整個胸都很低的 整得好 我會幫他加上底衣 穿得很漂亮的 很正常 但是如果你這樣禁 我也覺得很嚴重 例如你以後都看不到 街霸的春麗 不知火舞 那些 再不是就是春麗穿褲 最大的希望是抖音班女 真的很簡單 你每天看我開抖音 來看女兒扭來扭去 阿哥也不是看你的短裙絲襪 如果你跟我說 穿褲子的 扭來扭去 你不看 這個樣子已經是假的 你發覺 你令十條女 基本上十條女 有九個的樣子 都幾乎一樣 瓜子面 那些叫范冰冰嘴 謝康琦面 楊墨眼 然後你個個都幾乎一樣 真的沒什麼分別 唯一看 就是看她的短裙長腿 如果連裙子都不給 絲襪都禁起來 那不看 那抖音 就看抖音怎麼死 我相信 這樣 我先說一下 這個是香港動漫節 動漫電話 電玩節 在7月29日至8月2日 即是說下個禮 下兩次也有個禮拜 那今年新增了這個COSPLAY的衣著指引 就是COSPLAY有衣著指引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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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出太多的時空私物 和物膚 露出空暴下側的服裝 和透視服裝 這樣 這個動漫節的電話碗 大會行政的總裁梁鐘本 就說 只是給這個COSPLAY的建議 穿上街也大腦一點 建議給他們 沒有什麼限制 這位梁sir 我真的肯定到我還沒看卡通片 你自己數了 由我剛才說的新世紀科目戰士 去到美少女戰士 你數得出的卡通片 你有見過哪條女兒是長褲的 有多少 你數回以前 鐵甲萬能俠 數回上去 鐵甲萬能俠 鐵甲萬能俠 沒有數那麼多 三一萬能俠 哪條女兒 穿褲嗎 穿裙子 都是穿短裙子 你有沒有卡通的女兒穿褲 真的沒有的 大佬 海綿寶寶 不如這樣 以後你們COSPLAY 要是扮海綿寶寶 麦其老鼠 要是扮那些就算了 要是就叫人扮几下人 你全都扮阿柏文 那不會穿褲 阿柏文也有些變形金光少女 高達少女 又是穿裙子穿褲 穿屎穿屎穿 所以去到最後 別人搞了 別人搞了 那就麻煩了 你給了一個指引 給誰啊 給那些什麼 葉柳啊 是吧 給那些什麼 笑女心的 整天爆粗那個 叫什麼 整天爆粗那個 做了局長 你不要提 那個是少女來的嘛 整天都穿粉紅色 又穿裙子 又穿裙子 又低胸 我給她一些指引 尤其是葉柳 整天弄她出來 這個才是短裙子 所以 大家不要擅長 攬炒 搞什麼 動漫節 裡面就放了什麼 喜羊羊 那些就算夠數了 你轉頭 你放一些日本 其他動漫 又說你 又說你什麼 崇日 對不對 不要搞 其實香港還搞你幹什麼 什麼都不要搞 你要放一放喜羊羊 然後你遊戲機展 就放了那些毛紅系統 就行了 再放了大陸那些 握錢手油 放了出來 王者榮耀 吃雞 就行了 搞什麼 還有啊 你吃雞也不行 你吃雞的角色 那些女兒都是短裙子 混蛋 所以搞不定的 你想想 一條女兒上去戰場殺敵 拿著AKM4 都是穿短裙子 多不合理 全部穿了大陸的城管 那些民彩長褲 另外呢 上身呢 都不可以穿背心 都不可以 太老了 總之你以後 什麼角色都是 以全套軍裝為主 那你的樣子 其實化得怎麼漂亮 都沒有人看的了 所以 不要搞了 不如按下去 不給繁體字 不給日文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逐步逐步來 搞什麼 搞洞動萬節啊 香港 你看看日本的廠商都不來 現在 人家都不來 看你了 當你臭死了 你還要給那個 那個叫什麼 你說一次 你記住他姓梁 你記住他姓梁 梁什麼 他叫什麼名字 梁本忠 是嗎 不是 我沒聽過這些 行內 老實說 梁中本 梁中本 我都沒聽過 我寫了這麼久 卡通動漫 所有東西 我在行內都認識這麼久 都沒聽過 叫梁中本 這樣都出來 搞動漫節 好像澳門那套 無緣無緣無故 動漫節出來 然後騙政府資助 但是你會不會做這樣的指引 不會的 對不對 你還要把茶樓之客 我們小時候的茶樓喝茶 過了一個奇葡 露到腿多性感 如果不是這樣 你真是貪這些蝦咬笑話 好吃嗎 這麼多 空姐全部穿褲 對了 你有這些道德 香港有這些樣子 跟我一樣 兩個地方都含了眼 我建議這樣 根據剛才阿施和文俊的建議 罵這個電視台的成人台 其實應該會播放這個移動卡通片 哈哈 怎麼知道 你罵那些混蛋 不知道是什麼居心 你看他講世界杯 嘩 叫那些女人全部穿了八折裙 短短的網球裙 也穿了絲襪高渣蹄 報新聞那些混蛋 也是穿了短裙 就是怎樣 第一 你扮外國主播 扮日本主播 就是從日 第二 在那裡刻意露腿 對 那些是性暗示 高跟鞋 全部都是性暗示 不可以的 以後 全香港所有人都被禁錄了 大家攬炒 沒有人煩 沒有所謂的 你就搞吧 反正香港我都不打算來了 對 對 千奇好過來 哈哈 是啊 越搞越黑也沒所謂的 我去看台妹 去泰國看泰妹 如果想找我去泰國 我決定移民去泰國 我們覺得這樣的 這些做法 基本上完全是離地 為什麽呢 那你禁這件事 那是否人們在網上看不到呢 在街上看不到呢 在街上看不到呢 在街上都看見到有人cosplay的嘛 那為什麽你說動漫節才禁呢 全香港一街都不准 那不准穿穿衣服 那不准穿衣服 那不會准穿衣服 那些中環都不准穿衣服 那為什麼要穿衣服 那幹什麼穿衣服 那這多幹什麼呢 那幹什麼呢 反正不來香港 那就是搞臭 搞臭 沒有所謂的 對不對 總之我不說了 以後如果要找我 要什麼網聚 來泰國 或者在星加坡 走 走 有时候你看看香港的情况 现在这样,你看看地产经纪 像刚才你说的地产经纪,萧永庆的含家产,还可以说的 你叫人香港吵底,就没人带人去加拿大买房 哪有人这么吊地? 左手叫你去加拿大投资,右手叫你来香港吵底 他两边的生意都要做 就像以前周星驰的戏那样,奥拜 我全部都要,哪有人做生意做得这么狡猾的 你有些立场,好吗? 例如你香港吵底,全力支持香港中原去到50间分店 然后大量招聘人,然后中原率先入市 自己都去买房子炒,这样的 你又在这儿叫大陆佬,叫其他筷头不懂的东西 你又说是抵抵好时机,然后自己一边搞那些加拿大 外国移民那些,真是很惨的 你说香港有这些男丝,真是很恐怖 不要的,做生意是这样的 你说这个也有一个例子 就是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来的时候 然后呢,6月30日那天呢 这个,如果没有记录,就升了报告的头版 就是一个地产广告来的 那个地产广告不是香港地产广告来的 我记忆应该是一个,如果不记得是加拿大的地产广告 还是英国的地产广告来的 就是明寸啊? 不知道他啊,就是,那我这个意思 因为始终他都现在是红底啦 就没理由明寸的,在商言商是吧 那你有广告,难道你不接吗? 不是啊,那你为什么不叫别人去北京捞底? 为什么不叫别人去上海捞底? 大湾区,大湾区 不去大湾区捞底? 哇,你老美,就是踩够我们牌头中国的梦了 哪间报馆啊?上手会上,哪间啊? 东方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觉得这样的,其实现在呢 就是你看那些地产广告呢 就是那些报纸的地产广告,就是印刷的报纸 不离开英国和加拿大,多人多 真是可怜的 那奇怪,你不是那些,因为头版来的 头版是那个广告最贵的嘛 是Cover来的嘛 为什么你不是那些大湾区的地产广告呢? 你不断,啊,在内版他叫人去大湾区买楼啊 但是那些是闲稿来的 这陆澳门都狂叫人去东京买楼啦 东京?东京? 为什么要去东京啊? 不知道啊,可能现在吹嘘嘛 日本池片很好嘛 接着就不停叫人去东京投资啊 东京买楼啊 不是啊,不是啊 正人两个都叫人去东京买楼啊 其实你香港和日本都是的 两边都叫人不停去日本投资啊 跟着,什么东西三千万 不是,二千万都不用 楼下就可以租给人做一家挨面店 上面还有三层可以租给人住 自己就可以住在最顶那一层 喂,是这样卖的嘛 那你是好像很吸引的 但是,你就看到了 那为什么不是留在澳门楼底呢? 为什么要去东京楼底呢? 那你好像你刚才过来那样 为什么你不是,哎,是时候了 昨天很便宜啊 我们有听众朋友说了 湾仔整栋商务大厦 连地皮连地下停了一场二十三亿而已 二十三亿你以前怎么能买到啊 很简单而已 你想想,以前 当某个什么军集团 英什么集团 你开个朗号方给特朗普的时候 都开三百亿港元 那你就知道 香港的商铺应该是什么价 幸好 为什么大厦普没有买到呢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想让他改名嘛 他想叫Trump Tower Hong Kong 不让他改名嘛 是啊 知道为什么不能改名呢? 因为呢 他整个朗号方构成 有十六或十七百分比是政府持的 包括外面的公园 有个公园 类似观星台 另外他里面那栋东西构成 另外有三 不知道三点多 我忘了给中国人行 在哪里辞购了 拿来做写字楼 然后他说不买给特朗普 然后他拿不到收购 然后去到谈备了数 就跟他说 没有命名权 香港政府不给命名权 说 叫Trump Tower Trump你老母 然后就走了 幸好买不成 我想他买了他 扔心口 一定是一世最糟糕的投资 本来澳门也打算搞Trump Tower 原先打算收购了 赌场加上Trump Tower 他在纽约的Trump Tower有赌场 有 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这么多 因为我看了很多电影 除了博彩电影 我看了很多地产电影 那些交易电影 我知道 然后他还有 他有买过牛扒 出过Trump Steak 还有出过特朗普红酒 但是他有一件东西出得很好的 他有一件东西出得很好的 他有一件东西出得很好的 他有一件东西出的果汁 特朗普的tomato suit 和橙汁 两个都很好喝的 橙汁的具文就是 果汁先生的加强版 可惜我没有试过 因为我们有网友说 他以前是大量功课给超市的 他不便宜的 一块Trump Steak 知道你卖多少钱吗 98元至105元美金 是啊 但是他就说明了 他有个口号的 特朗普 除了U.A.FIRE 他就说你不要吃饭 找我退款 哈哈哈哈 所以你看到 其实这个人就很有趣 如果他未来再做不到 美国总统就很可惜 因为他做得好 我就看他怎么打世界大战 哎 那下半年很快就知道了 我们就熬了这几个月了 好了 这一节就相当精彩了 我们下一节回来 有更精彩的话题和大家分享 拜拜 好的 你 你看看 对 今天來到火之神 阿朗哥和燈衛煮了一道台長西亞牛扒 我要介紹這個菜式有什麼特別之處 第一 單手都可以吃的 單手都可以吃這麼滑的牛扒 雖然牛扒 然後這邊有吉利腐蝦 還有這道菜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沒有甜品質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麵豬湯 這道菜真的水用非常非常美味 大家看 接下來一定要點這道菜 台長西南麥克 多謝大家支持廣角 和支持梁錦長峰的實現 和他的節目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